鞋影上得了 上身了 大陆上一个彭一心医生 就这个做了一个专题讲演 上身上得 祸患无穷啊 那我们中国老祖宗说的好 老祖宗就两句话说绝了 万物赢为首啊 博善孝为心 那么你邪淫 你就是在造万物啊 你不是造很轻的我 你是在造万物 啊 彭一生非常感慨的说 实在讲都是把我们的话 心里话说出来了 今天的学会 为什么动荡不安 灾难平凡 这是佛家讲的共业所感 人都在造万物 他说 你六根所接触到的 一眼看的 看看街上的是广告 看看这些杂志出版东西的封面 看看电影 电视 你看看里面这些女孩子穿着 非常的暴露 这是什么 这个好像变成现代的时尚 普遍都在宣扬 这还得了吗 那老祖宗说 这万物啊 普遍都在宣扬万物 好了 国报就先起来 对身体 真伤身呢 带来很多疾病 三四十岁 就病死了 不该死的 他不知道保证自己身体 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 没有接触过佛法的洗礼 他不知道 所以 彭大夫的两次讲言 我觉得可以救全世界 我们应当普遍的来宣扬 让大家多看 警惕 你自己要命不要命 那如何对质呢 孝顺父 孝顺四丈 就对质 不要善孝危险 一阵阵想修福 从孝顺父 孝顺四丈 你看 这个 敬业三福 第一条 第一句 就是孝阳父母 孝顺四丈 为什么呢 这两个是我们的大门人 我们的生命 得自于父母 我们的慧命 得自于老师 不孝父母 那就是万国之首 不敬老师 忘恩负义 你怎么会有好果 可是今天 在这个社会上 确实 有许多不孝顺父母 没有孝顺先 根本就是 瞧不起四丈 目不尊长 他过得很不错 那他为什么没有果报呢 古人说得很好 古人说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时辰也到 是一切总报 说到 为什么说时辰不到呢 你过去生中 修的大佛报 你这一生 来到人间 来向佛 你造出了很多窝 很多大窝 那你的佛报 已经折扣了 打了折扣了 打折扣 还有 还有余福 所以你这个 佛报 不会嫌弃 等到哪一天 你的佛 想尽了 佛报就嫌弃 是这么个道理啊 人一行善 善报 不能嫌弃 行善的人 还是 潦倒众生 生活还是过得很辛苦 那是什么原因 过去生中造的罪业很重 这一生 夜生修下了 使他的那个苦报啊 已经减轻了 减轻之后 他还有余罪 所以他还得要受罪 还得受苦 苦受尽了之后呢 佛报就嫌弃了 善我报应 丝毫不少啊